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台湾正式宣告迈入高龄社会 随着老龄化日进增长的趋势 导致越来越多的老人开始意识到 完全靠子女养老已经越来越不现实 养老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要面对的 要想有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 必须提前规划未雨筹谋才行 传统的养老方式基本上就是儿女养老 进养老院和请保姆这三种 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 也衍生出了越来越多的新型养老方式 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 看看哪种最适合你 苏大爷和温女士是在老年大学认识的 两个人一起学书法 后来才知道两个人离得特别近 就住在隔壁小区 两个人都是孤寡老人 苏大爷有一个儿子在国外 温女士有一个女儿嫁到了外地 两个人的老伴也都是在很多年前就去世了 这些年都是独居 相同的经历让两人在一起总有聊不完的话题 有一次苏大爷就问温女士 晚年有没有想过再给自己找一个老伴的打算 温女士知道苏大爷的意思 但是自己心里却有自己的打算 他退休之前是一位教师 而苏大爷退休之前是一位疗养院的副院长 两个人的经济条件都不错 有自己的房子和不低的退休金 于是温女士就和苏大爷说 我们这样相处不就挺好吗 为什么非得再结婚 搞那些行事的东西呢 后来他们就约定好了 一起晨练 有时也一起买菜做饭 是相互陪伴不住在一起 一开始他俩也担心会被人说闲话 但是后来两个人把他们俩这种相处方式跟孩子们说了之后 孩子们都很支持 不领政不结婚 不住在一起 每个人还是各自的生活 偶尔一起做饭 在一起吃 少了油盐酱醋茶的琐碎 反倒让两个人感觉跟谈恋爱一样 感情一直很好 并且两个人约定好 一旦对方生病了 不强迫对方照顾自己 一切全凭自愿 但即便是这样 有一次温女士肺炎住院一周 都是苏大爷在医院照顾的 没麻烦儿女回来 如今两个人这样相处了两年多了 感情越来越稳定 当然这种养老方式也并不适合所有人 这种缘分是可遇不可求的 遇见了就要珍惜 二酒店养老 前段时间 网上比较火的一位西安老人蔡女士 她的养老方式引起了很多人的围观 老伴去世之后 蔡女士原本有自己的老房子 一直独居 但是赶上老屋拆迁 她又不想麻烦子女的念头 她就想到了 在儿女家附近的酒店 长期居住下来 她算了一笔账 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 按照她当地的价格 每个月至少也要三千多块 平均下来也要一百多 除此她还需要请人打扫 买菜做饭 请个终点工至少两千五百块 现在物价这么高 每个月生活费至少也需要一千五百块 这样算下来 每个月也需要七千块左右 而蔡女士选择的酒店是快捷式的 每天有自住的早餐 混素搭配 换着花样吃 午餐和晚餐 她有时交外卖 有时买素食的 自己稍微夹着一下就可以吃 除此以外 住在酒店不需要打扫卫生 定期都会有人进来收拾 酒店的安全性也高 出入自由 比起养老院的护工 酒店里的服务员对老人很尊重 这让蔡女士感觉到很舒服 对于晚年不想跟孩子住在一起的老人 酒店是养老 想比养老院更自由 也是一种不错的养老方式 这两年很多地区里面都开设了老年餐厅 有次我去吃饭的时候 看到了一位89岁的老奶奶 住着拐杖在那吃饭 那天我跟她聊了一会儿 老奶奶姓苏 今年89岁了 身体还不错 有一个儿子 一个女儿 都在外地 她老伴也在很多年前 就去世了 这些年一直是她一个人住 儿女们不是不孝顺 也多次跟她说 想让她到家里住 但是老人不想住到儿女家 她觉得自己身体还可以 煮着拐杖可以到处去 老年餐厅的饭 就是专门给这些老人准备的 非常便宜 一顿饭只收费5.5毛钱 温速搭配 吃得饱饱的 所以这就解决了老人的吃饭和买菜的问题 一天三顿换着花样做 老人每天都会自己下来吃 4.以防养老 小区里的刘女士是一位独居老人 两个孩子都在本地 但是她一直是一个人独居 她今年78岁 有一套三居式的房子 房子地处市中心 周边有很多办公楼 有一些刚毕业的学生 在她们小区里租房的 她一个人住得孤单 就想到了一个办法 把房子低价出租给那些刚上班的年轻小姑娘们 这样一个是可以帮助她们有个地方住 柳女士的房租比周边的都低 其次还可以有人陪伴自己 不至于夜晚的时候 房间里掉根针都能听到 柳女士从年轻的时候 就是个爱干净的人 每半个月 她都会请终点工过来彻底打造一次房子 所以她的房子很受欢迎 从来没有空着过 她自己住一间 另外两间都出租出去了 这还给她额外增加了一笔收入 当然她出租房子并不是为了赚钱 而是为了有人陪自己说说话 让房间里有些人气 她自己喜欢做饭 经常做一些拿手的菜和小零食 给租客们 是个很受欢迎的好房东 当然在这种养老方式需要两个条件 一个是自己身体还好 其次要有一套大房子才行 每个人的情况不一样 也都会有不同的养老方式 总会有一种适合自己 但是不管怎么样 通过这四种养老方式 我们发现一个规律 想要有一个幸福安康的晚年 离不开以下几个条件 人到晚年养老靠谁 你会发现到最后能依靠的只有自己 提前给自己从这三个方面做规划 晚年不慌 一 没有什么比有一个健康的身体更重要 很多人在年轻的时候 为了赚钱 甚至不顾及自己的身体健康 这是一件最傻的事情 拿命来换钱的大有人在 也因此有很多人 落下了很多疾病 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 这种人的晚年 就算再有钱 也不会幸福 还有人一辈子手财奴 只赚不花 省吃俭用 生病了也不去医院 再加硬行 你对自己的身体不爱惜 它迟早都会加倍地还给你 所以从年轻的时候 就要好好善待自己的身体 多运动 保持心情愉快 减少生病的概率 二 养成储蓄的习惯 手里有钱 不慌 人在退休后 随着年龄的增长 也就慢慢失去了赚钱的能力 所以在年轻的时候 就要养成储蓄的习惯 提前给自己的晚年养老 做好规划 其次 在儿女成家之后 要懂得适当自私 有些老人 在儿女成家后 还用退休金 帮儿女还房贷 用退休金 补贴儿子家的各种家用 这样 不但助长了孩子们 养成啃老的习惯 对自己的将来的晚年生活 也是一个隐患 当你身体不能动 或者遭遇大病 需要用钱的时候 这个时候 再从他们手里要 就困难了 所以 帮助儿女成家后 有一些钱 就要留着自己存起来 以备后面自己 晚年养老用 这才是明智之局 三 有一个遮风挡雨的房子 房子是我们遮风挡雨的老窝 所以不到万不得已 房子不能卖 有很多老人 晚年因为没有房子 凄惨的例子有太多 就算儿女再孝顺 你可以偶尔去小住 但是不管哪个子女 人老了身上有体位 两代人的生活习惯不同 所以即便儿女再孝顺 住久了遭嫌弃是肯定的 如果身体尚好 自己能够照顾自己 哪里都不如自己家住的自在 所以人到晚年 千万不要把养老的希望 兜记搓带儿女的身上 身体健康 手里有钱 守住老窝 不管什么年纪 都能够心里踏实 有一份底气 在晚年活得有尊严 你看上面的四种方式 哪一种都离不开钱 想要有一个体面的晚年 就应该未雨绸缪 多为自己的晚年存一些钱 有一份稳定的退休金 是自己晚年生活的保障 而足够的养老金 是老年们晚年生活的 底气和尊严 以上四种 你更适合哪一种呢 今天的分享就是这些 非常感谢您的收看 喜欢佛禅频道 别忘记点点订阅和转发哦 在这里 你永远不会孤单 别忘记了 我喜欢梦